英超第37轮焦点战 枪手阿森纳克场0比1 不敌宝级球队诺丁汉森林 不只鲨鱼而归 还给曼城送大礼 让蓝月亮提前三轮夺冠 完成三连霸尾业 而已经锁定胜局的蓝月亮 星期天主场迎战切尔西 也延续强势火力 即使派出大批板凳球员上阵 依然以1比0拿下蓝师 提早三轮风亡的 蓝月亮意气风发 星期天坐镇主场对蕾切尔西 面对蓝师以主力迎战 曼城主帅瓜迪奥拉 派出大批板凳球员 和年轻小将上阵 除了阿坎级沃克之外 其他都不是日前大胜黄马的首发 颇有练兵的意味 但即便如此 曼城依旧是势不可挡 上半场12分钟 便由阿尔瓦雷斯攻进一球 即为开门红 也会来月亮奠定胜局 皆比0擒拿蓝师 西上加喜的范城 在迎来一季胜利后 主场也进行颁奖仪式 庆祝近六个赛季 五度捧飞 且还三连霸的战绩 阿尔瓦都很棒 非常感谢 贏得清超三连冠对半层球迷来说或许还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球队接下来还有两场硬仗 包括和曼联争夺组总杯的得比战 以及跟国际米兰会是欧冠决赛 那么接连在下议程 球迷如今是气势高昂 在拿下金超三连冠之后 无论是曼城球员主帅甚至是球迷 如今无疑都在剑职三冠王 蓝军亮能否迎来立刻高峰 我们拭目以待